很多同学呢,在学习易经的时候,经常忽略了易经卦象的重要性,而直接去学习卦词、摇词,其实这是非常不正确的 今天呢,就跟大家分享在整部易经当中,八个比较特殊的卦象 大家看这一卦,前卦,我们把它放在桌子上呢,在对面的人看,依然是前卦 无论立场不同,它的卦象并没有变,再来看这一卦 这一卦呢,是够卦,放在桌子上,桌子对面看,的人看了,就变了样了 就变成了折天怪卦,这种卦的现象呢,叫做中卦关系 在整部易经六十四卦当中呢,就有二十八种这种卦的现象 其余的错卦关系呢,就有八种 也就是刚才说的前卦,前卦的对卦就是坤卦 一个卦象全部是杨摇,另外一个卦象就全部是阴摇 那这八个卦具体是哪几个呢? 首先是第一卦,前卦和第二卦,坤卦 然后呢,是第二十七卦,三雷一卦和二十八卦 折风大过卦 然后还有的就是二十九卦,坎卦和三十卦 你看都是颠倒的,最后两个卦呢 就是六十一卦 风则中复和六十二卦 雷三响过 你看,这八个现象呢,都是颠倒的卦象 所以一经才分为了上经三十卦和下经三十四卦 而不是一分为半,上经三十二卦和下经三十二卦 理解了这个道理,你再去读细词、谣词、炭词、项约 就变得非常的简单了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要是大家喜欢我的视频,可别忘了,点击关注我